据说用刀可以砍断机枪的枪管 并且在二战的太平洋战场上 就曾经有个日本武士用这种方法破坏了美军的机枪 因为机枪在连续开火之后 枪管就会变热发红 从而导致强度大打折扣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格兰打造了一个挥刀机械臂 他将刀压器泵安装在支架上提供动力 并用链条拉动砍刀快速旋转 从而模拟真实的挥刀效果 但由于砍断枪管并不容易 于是他们将劈砍力道调整至正常人的两倍 之后格兰找来了二战时的同款机枪 而为了让枪管达到连续开火时的红热状态 他们用烧烤的方式对枪管进行了加热 等温度达到600华氏度时 托瑞把枪管安装在支架上 然后他们躲在防暴室启动了挥刀装置 这时钢刀快速对着枪管砍去 但实验的结果却截然相反 枪管不但没有被砍断 反而刀却断成了两截 此时的枪管已经达到红热状态 也许这样就能被一刀两断了 等再次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继续开始了测试 可这次又会不会改变实验结果呢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次枪管依然没有被砍断 并且上面的切口深度也和之前一样 难道流言就此终结了吗 但格兰猜测枪管可能经过泡水降温 因为脆火处理能增加金属的硬度和脆性 从而更容易被砍断 为此他们对枪管再次进行了加热 紧接着又把它泡在冷水中 这样就能摧残脆弱的枪管吗 随着倒计时归零 枪管竟然直接断成了四节 但之后他们通过检查刀口时发现 枪管竟然并不是被砍断的 而是因为受到强大冲击力而出现了碎裂 况且机枪在使用时还会装有套筒 那如果换成更小的冲锋枪 又会不会出现被砍断的情况呢 接下来他们将汤姆逊冲锋枪的枪管 加热到1750华氏度 然后再次进行了挥刀实验 而这次的枪管也只是被折弯 所以即使是当时最小最薄的枪管也没能砍断 那就更不用说尺寸更大的机枪了 据说大巴车在时速50英里情况下 急转弯会发生侧翻 将乘客转移到弯道内侧就能避免翻车 而电影《生死时速》里就有这样的情节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留言组将用实验来验证这个说法 为此两人租来一辆全新公交车 并用锥形筒规划实验的行车路线 由于没人愿意尝试充当乘客 他们将四个灌满水的铁桶固定在车辆右侧 用来模拟乘客的重量 为防止翻车后车厢变形伤害到驾驶员 他们将驾驶时进行了改装 而这次实验将由亚当亲自驾驶公交车 来模拟电影中的场景 一切准备就绪后 公交车开始加速向前冲 当时速达到50英里时 亚当猛打方向盘向右转 很明显车身向外侧倾斜 轮胎也被磨出尖叫声 但公交车还是顺利通过了弯道 然而这也不能说明留言就是真的 那如果车上的乘客没有转移到内侧 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接下来他们将铁桶停均分配在两侧 然后开始第二轮实验 一阵刺耳的尖叫之后 尽管车轮都已经腾空 但公交车依旧成功通过了弯道 为了确认结果的准确性 他们重复进行了实验 公交车只是严重倾斜但没有翻车 因为现在的公交车都经过了严格测试 为避免翻车事故 特意将重心设计得非常低 看来电影里的留言可以被终结了 但既然公交车都已经借出来了 不将它浪费 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下面他们将测试公交车 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测翻 为此亚当为公交车设计出一套远程操控系统 它能在后车上进行一比一操控 为确保测试时翻车 警理将铁桶全部转移到弯道的外侧 这样公交车在拐弯时重心就会往外偏 然后在车顶安装上4000磅重的钢板 以提高公交车的重心 因为重心越靠上稳定性就越差 最后他们还将弯道内侧壁震气里面的空气拍掉 让公交车更容易倾斜 全部改造好之后 公交车已经开始往左侧倾斜 这样往右急转弯能否发生测翻呢 接下来开始最后的实验 随着亚当的操作 公交车开始加速 在时速达到50英里时亚当猛打方向盘 两人期待已久的画面终于出现 但接下来他们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交叉了 据说磁铁的吸力能影响子弹的弹道轨迹 并且在电影007中 邦德的磁力手表不仅可以隔空开拉链 还能让子弹发生偏转 可磁铁的威力真有这么大吗 为了验证电影是否扯弹 留言组决定还原电影中的场景 因为常规的签弹无法被磁铁吸附 于是亚当将钢柱进行切割打磨 然后压入装有敌火的弹头里 这样就制作出了实心钢弹 但由于小麦不买不到电影中的特工手表 地球两极磁场的大小约为半高斯 垃圾回收场的磁铁达到1万高斯 而吉里侧德仿制的特工手表磁力为573高斯 可这样真的能使子弹拐弯吗 接下来亚当将吉里的牌位带到了射击试验场 而为了减少手动操作造成的误差 他们现场打造了一个自动开枪装置 等手枪被固定好之后 他们首先对着吉里的牌位进行了两次对照组射击 子弹沿着相同的轨迹击中同一个弹着点 之后他们将特工手表戴在了中间的假手上 看手表的磁力能否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 可当他们再次扣动扳机时 子弹却依然从之前的弹孔中穿了过去 并且在高速相机下可以看到 子弹的弹道轨迹丝毫没有发生天转 可见电影中的手表是不可能让子弹拐弯的 那么如果换成磁力超大的电磁铁 实验结果又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下面吉里弄来了一个超大电磁铁 而它的最大磁力达到了3200高斯 等将磁铁安装固定好之后 他们对着吉米的排位扣动了扳机 但子弹依旧从原来的弹孔中穿了过去 显然电磁铁的磁力还不足以改变子弹的轨迹 于是他们用磁力高达5000高斯的女磁铁进行测试 并且单块磁铁能轻松提起160公斤的重量 而吉米一共弄来了10块这样的磁铁 亚当坚信这次子弹的路径会发生改变 可实验结果究竟会怎样呢 随着一声枪响 这次弹着点确实下降了一点点 但通过观察磁铁的表面 他们并没有发现被子弹划伤的痕迹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子弹在磁力的影响下出现了翻滚 为了更加直观观察子弹的偏转情况 流言组再次增加了更大的超强磁铁 并且三块这样的磁铁总磁力达到了6万高斯 随后亚当在磁铁的上方贴上了白纸 一旦子弹被磁力吸附 上面就会留下被子弹击中的痕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再次对着吉米的牌位开了一枪 这时子弹终于发生偏转击中了磁铁 可尽管证实了磁力确实能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 但电影中手表吸子弹的剧情纯粹就是扯淡 据说有个大聪明在躲避追杀时闯进一家炸鸡店 走投无路下将手枪丢进了热油锅里 结果子弹受热走火将歹徒变成了脆皮机 可烫嘴的滚油真的能引爆子弹里的火药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米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决定用粉丝的手枪进行油炸实验 首先他们用钢板搭建了一个油锅 而为了避免实验的时候变成脆皮机 亚当制作了一个升降装置 这样就能以远程控制的方式将手枪放进油锅中 之后吉米往里面倒满不要钱的菜籽油 同时也在油锅里放入了温度传感器 通过显示器就能显示热油的温度 等亚当将手枪上膛之后 吉米点燃了油锅下的火炉 然后所有人躲在掩体后面 随着加热时间越来越长 锅内的油温也越来越高 很快传感器显示已经达到了200摄氏度 而这刚好是做炸机的最佳油温 于是吉米关闭了火炉的开关 紧接着亚当拉下绳索将手枪放进了油锅中 可这时手枪并没有发生走火 并且在几分钟后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但就在所有人对实验感到失望的时候 突然的一声枪响让锅里的滚油瞬间喷溅了出来 如果此时有个幸运刚好就在周围 估计只差一撮自然粉了 可见热油真的能让手枪走火 而为了找到激发子弹的最低油温 他们重新开始了测试 而不同的是这次手枪需要冷油下锅 让子弹连同油锅一同被加热 当油温达到170摄氏度时 手枪再次发生了走火 显然滚烫的热油是能引爆子弹里的火药 那么如果直接将子弹放进火堆中加热 又会不会向周围发射呢 下面吉米打造了一个遥控汽车 因为汽车前面的车斗能安全地将子弹丢进火堆 第二块木板围绕在金属支架上 实验室火堆会放在中间 当火中的子弹被激发之后 就能在木板上留下弹痕 然后通过弹痕的情况就能判断子弹的杀伤力 接下来他们来到爆炸实验场 两人就地取材捡了一些干柴 并且在地上升起了火堆 为了避免实验室被激发的子弹乱枪打死 他们用防弹玻璃搭建了一个安全屋 下面亚当把粉丝提供的子弹倒入车斗中 而这其中包含了不同大小的口径 等工作人员将测试棚架设好之后 吉尼开始启动遥控车靠近火堆 此时的温度高达上千度 那么子弹丢进去到底会不会被激发了 当小车倾倒后还没来得及撤退 子弹就如同鞭炮一样开始爆炸 等爆炸逐渐平息之后 两人顶着防弹玻璃上前查看 同时用水枪熄灭了火势 这时他们发现还有少量子弹没有被引爆 但从木板上的弹着点可以肯定的是 子弹爆炸所发射出来的仅仅是较轻的弹壳 虽然它并不足以造成致命伤害 但从弹孔的深度可以知道 如果哪个幸运不幸被它击中 肯定会有一点点疼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